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太子放出来了 这可是父皇让娘娘转告我的 陛下的性子太子自是了解 就算他是这么想的 可是表面上也不会表现出来 但是陛下这么重视规矩的人 也只是将太子圈禁在这里 想来事情还是有转环余地的 我知道 这只是娘娘安慰我罢了 怎么会呢 前几日 摄帝从家中送来一些特产 其中有几瓶葡萄酒 味道香甜宜人甚是爽口 本宫献给陛下时 陛下还提起太子自是懂酒之人 这不便送来一些给太子尝尝 此酒虽美味 但是不宜酒放 太子还是趁心险尝尝吧 那就多谢情妃了 好酒 果然是香甜甘醇 太子喜欢便好 那剩下的 尽快喝完便是 本宫这里还有几壶酒 是准备要送给各宫嫔妃的 娘娘有心了 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既然这样 那就不打扰殿下了 告辞 娘娘请留步 本宫有一事想求清妃娘娘 殿下请讲 娘娘 本宫想请你在父皇那里 帮我多美言几句 这样可以早日还我自由身 娘娘对我的大恩大德 本宫一定莫持难忘 太子就算不说 本宫也定会这么做的 本宫正愁 不知道怎么报答太子 只求太子登基之后 能善待西丘 本宫便心满意足了 娘娘放心 天宁与西丘 永结同好 那就多谢太子 既然这样 本宫就先告辞了 娘娘 我来不去 中文婚 麻 c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没什么 只是摄地想念臣妾 派使者过来看望臣妾罢了 没事就好 不过说起来 臣妾那个右弟 和太子殿下的年色也差不多 因为年纪尚小 尚未定性 难免会耍些小孩子心心 远不及陛下沉稳威严 还需要太傅等人 慢慢教导 你去见过帖末了 只是右弟送来些葡萄酒 臣妾见此酒不宜酒放 所以才给太子殿下带过去 臣妾别无他意 如果陛下不愿意听 臣妾以后不提便是 臣没有怪你的意思 不必想得太多 皇后过世的早 对天母有些影响 所以她生性暴躁 坐视莽撞 此次她犯的错误 不是说原谅就能原谅的 陛下说得是 只是这孩子 臣妾看也不是心怀疑心的 只要寻寻善诱即可 不然容易矫枉过正 陛下 过几日便是皇后娘娘的忌日 陛下不如去看看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毕竟现在还是天灵的太子啊 太子殿下